看一下,這是我的晚上的 有沒有 恐怖公園 恐怖公園喔 那你就把人再放進去 這是白天的,剛剛白天的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白天這樣 晚上這樣 所以你可以把時間 調整一下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有個月亮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你如果沒有交電費的話 是沒有用的喔 我們這樣沒有交電費 你看一下,我這裡有打燈喔 有沒有,如果今天 我把燈都拿掉 燈拿掉 我看一下,這裡好像還有一張 對,拿掉 我一樣的方式 點到它,輸出 管杖的時間,開始 你會發現速度特別快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沒有交電費啊 所以一片漆黑 有沒有 所以呢,你要來這邊 哪邊,在我們這個類別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電燈跟燈具 對 如果你時間要調到晚上的 你一定要來 那電燈跟燈具裡面有兩種 就是燈有分兩種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那種 只有單純光源的 另外一種就是有燈具的 有燈具的 另外一種,這一種就是只有會亮 但是沒有實體的那個燈 實體的燈齁 比如說你看我下面這邊 有沒有路燈 燈柱路燈 你就可以按按著把它丟出來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燈真的是會亮的 你可以點兩下 只要是這種有燈的 你可以來調整它的亮度 可以調整它的亮度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這個燈泡 這些燈泡 像你看到這一種 看到這一種 你把它丟出來 它也會亮 可是你看不到它 那你選了什麼顏色 就是以這個顏色為主 在這裡面只有調它的亮度而已 所以假設你要紅色的 你就要調這一種 這樣清楚了嗎 那我現在呢 我就試看看喔 一樣的進來 當然你有打這種燈 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才會亮 白天就沒有差 白天就沒有差 所以我把它選到我要的角度 好,過來一點點 OK,這樣按開始 你就會發現 我們有燈的地方 有沒有開始有亮度了 對不對 當然燈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 好,可以再增加 有沒有看到影子都出來了 影子的部分也會出來 對 這樣有清除了齁 不夠亮 你就把它調整一下 這樣效果就會比較好 等到算完之後 就可以像剛剛一樣把它儲存起來 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等一下老師這邊開個資料夾 讓各位把你今天做好的 傳上來 好不好 對啊,你可以保留起來 那你回家的時候也可以 老字的雲端一點 再下載回去也可以 你就不用說還要再 因為你們今天都沒有帶隨身碟 好,這樣清楚了 知道怎麼輸出了齁 找這個照相機就可以 那重點是下面這個 大小會影響到什麼 輸出的大小 輸出的大小 你可以把這個 射程比較大一點 預設400有點太小了 好,你看我這邊快算完了齁 比較暗的會算得比較快 那比較慢的有兩種 一個是燈光比較複雜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模型比較複雜 模型比較複雜的時候 它算的速度也會比較慢 好,也會比較慢齁 好,算完了 有沒有,照一圈的儲存 這樣就可以變成圖片了 好,還給你